冒战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北京公布美中谈判中方谈判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兼任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主任,上述任命引发诸多猜测分析,认为中方代表团负责人,刘鹤出任安委会主任,明显是让其承担谈判失败的责任学者预料。 北京领导层将目色刘鹤的继任人选,美中两国贸易谈判,中方主谈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仕途备受关注,北京时间7月26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任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主任公开信息显示,刘鹤目前的兼职包括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主席,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除了此次最新披露的安委会主任外,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此前也均由马凯兼任,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刘鹤突被为以新的行政职务,并不少人感到蹊跷。 中国中亚问题专家吴强,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曾有多个先例显示刘鹤新任的职位, 很明显是闲职,有很多次先例基本上是官员,相当于免职的安慰性的职务。 调动那确实是脱离了一个核心要害部门毫无疑问,如果这个消息得到确认的话,那就是他已经离开了最核心的权力部门, 刘鹤,作为贸易谈判中方代表团负责人,习近平特使今年5月中旬到华盛顿分别会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临时参议长,他议院财委会主席哈奇等权力游说美方人员,希望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分歧, 但最终未见成效美国之音。 上周引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指,尽管刘鹤希望停止美中贸易争端, 但习近平拒绝就中国强迫技术转让和其他不公平贸易政策, 做出改变吴强表示,刘鹤出任新职当有替罪羊的角色, 他现在担任这么一个贤职,安全生产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把他当作替罪羊的角色是习向中央其他领导交代的可在当年减少压力的一种方式, 我相信下一个人选是谁来负责贸易战,现在不得而知也许是李克强推荐适当的人选, 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林合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刘鹤对美立场温和,可能与习近平的思路存在分歧,因此被调职, 中美贸易谈判方面他刘鹤好像是靠边站了, 我们从他最近好像没有在参与中美谈判的工作, 有可能他与习近平对于怎么样谈判的取向好像有分歧, 比如说习近平主张强硬,贵州媒体,任成先生称美中贸易纠纷, 是两国价值观与文明的冲突,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未来叫谁继任刘鹤都不好办,他交代的活没有一件好干的跟美国谈判, 的这个人现在几乎找不到为什么谁都没法谈人家是从根上在刨, 你你就想着在页面喷洒一点水,实际上职务都快哭死了你浇水没用, 此外国务委员王勇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应急部党组书记黄明应急部部长, 王玉普国务院副秘书长,孟阳兼任安委会副主任, 其中王勇、孟阳继续兼任该职务NBSB特约记者乔龙NBSB, 泽编、胡立汉、嘉远NBSB, 王编瑞哲相关报道美国助理防长, 台湾在意态区域地位,重要政治问题经济化, 经济问题政治化北京的乌龙战术沉破空中国官媒提高贸易战分配, 虚国民共克时间狗拉雪橇,大麻乌语,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正义贸易战相持不下, 中国外长放话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 旅美学者中美货币占赢家是谁, 俄平中美贸易战北京已乱战角罗与贸易战, 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 特朗普拟对所有中国商品征税评论, 零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 广播库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 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 事情不简单沉破空, 罗宇贸易战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 俄平中美贸易战北京已乱阵脚中共内讧, 让我们保持冷静, 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纪耻辱吗? 刘青贸战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 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将其升, 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 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迪。